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雅芝的美貌和气质都不淑林清霞 她的美不是惊艳的美 而是岁月的沉淀的韵味 总会给人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即显优雅迷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朱林曾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电影演员 八十六版西游记影响着一代人 剧中出现了许多女性人物形象 尤其是多情的女儿国国王朱林 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她天生丽质 温婉的笑容 简直就是一位古典美人 惊艳众人 潘红 中国电影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 她在事业上无疑是成功的 凭借十娘这个角色被大家熟知 之后的末代皇后景 都让她拿下影后桂冠 在那年代没有PS 没有整容里 潘红生就一副好相貌 典型的古典美人 真的太美了 许晴 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 中国女演员 这位笑起来有着深深的酒窝 有点婴儿肥的美人 是不少男人心中的女神 最令人难忘的是 许晴扮演的角色任盈盈 古典美 令人惊艳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带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